本科程由量子教育出品 好 那我们回到华为 回到华为看一下 华为这个三十多年 它怎么走过来 它怎么走过来 这里我提出一点 是华为的成功 它就是领导力的成功 其实华为公司 在成立的时候 我九二年加入华为 那时候在中国生产交换机的厂家 不下五十家 就是我们排在头部的那几家 我们习惯上过去叫巨大中华 巨是巨龙 大是大唐 中是中心 然后是华是华为 现在你看 它整个排序不一样了 就这么多的企业 生产场 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 做交换机的这些厂家 都是比华为有优势的 这个优势呢 要么是它的能力优势 要么是社会地位的优势 你华为做一个 纯适应的企业 最终它走到最后 而且在世界上 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那是什么 它的最根本的支撑因素 就是认证非得领导力 没有第二个 对 没有第二个 好 这一段话是我在那个华为公司 去年的年报上栽露下来了 栽露下来了 其实这一段话呢 就是它对人 有一种很震撼的这种力量 很震撼的这种力量 华为公司三十多年来 它聚焦在主航道上 聚焦在电信市场的主航道上 拒绝一切的诱惑 拒绝一切的诱惑 这说诱惑两个字 大家可能都会理解 就是在中国发展的这个三十年 有多少机会 房地产互联网有多少机会 在华为公司就没有不为所动 坚持不走捷径 拒绝机会主义 踏打实实 长期投入 长期投入 后继波发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以愤怒者为本 长期见过奋斗 坚持自我批判 我们不会辜负时代 慷慨赋予我们的历史性机遇 为构建万无互联的智能世界 一往无前 就是华为公司 这一段话就是 之所以华为在这个行业有这么高的一个成就 它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 从来没有变过 而且这个力量随着组织的扩大 它越来越强 它越来越强 这里我给出了一个从2000年到19年的华为的增长的一个数据 增长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看 华为的增长呢 它的这个有很多很多因素 有很多因素 在它的业务策略上 首先对于这个研发的投入 每年是超过10%的 这样一个销售的 销售额10%的这样的研发投入 投入到这个研发的创新上了 然后在19年 它有8万多个专利 8万多个专利 其中有一半以上 它是发明专利 它是发明专利 这些专利技术的积累 为华工公司的这个发展呢 它奠顶了一个就是 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 非常扎实的基础 就是在这个技术的这个投入上 在中国公司没有哪个公司超过华为 一个是绝对量 另外它的比例 没有哪个公司持续地超过华为 这也是为什么说华为公司 在这种非常困难的这样一个 挑战的这种条件下 它还能够持续地增长 就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统计呢 在当前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它还有13%的这个业绩的增长 业绩的增长 因为马上又到了年底 到了年底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华为公司的它的年报 我相信不会说 有太大幅的这样一个下降 可能还是增长的 那 那 感谢观看